現在十二年國教的研修的委員裡面啊 是不是有一位這個我們的吳坤才教授有沒有 他是一位系主任 嘉義大學吳坤才教授 我不確定耶 坦白講我不知道 我告訴你 我非常明確知道 有一位教授 他還曾經接受中平社的訪問 今年五月接受中平社的訪問 在課綱爭議爆發之後 他接受中平社的訪問 他竟然說 哎呀 全世界教科書都是為政治而服務 沒有講學術客觀的啦 部長 他前後文說 所有民族為求生存發展 一樣都會使用國家力 國家力包括政治與法律 這沒有對錯 全世界教科書都是為政治而服務 沒有講學術客觀的啦 部長 然後他說課綱是為國家民族立國精神服務 所以要先教中國史 再教台灣史 最後再次世界史 部長這是我們12年國教研修委員耶 你覺得這樣的委員適合擔任課綱委員嗎 他的個人思想我尊重他 他作為民間學者我尊重他 但是一個明白主張政治 這個教育為政治而服務 這樣的一個委員你覺得適合嗎 因為我對這位教授跟這些委員名單 坦白講我是不知道啦 因為這是國教院在推動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要你公開 為什麼不能黑箱作業 就是包藏了這樣子的一種思想主張嘛 沒有學術客觀 難怪不找台灣史的專家來改台灣史啊 這就是你的唯一條課綱 現在透過12年國教的領綱的研修 要貫徹從高中貫徹到中小學耶 就是說我現在課綱都在研修中 那我們一定會讓研修的過程更公開透明 我想這是大家的期待 你都講空話啦 我現在就具體嘛 你所有的委員 未來的程序全面公開可以嗎 依照社會的主張來進行可以嗎 你要用行動來證明啊 我們會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請研發委員會來確定 然後公開會議討論可以嗎 可不可以 公開所有的會議討論 我不曉得你的公開會議討論是甚麼 部長你再推脫